被害人踩油門一直逃 不過最後車子失控 撞上山壁 被害人這時候已經受了傷 對方卻還是大聲咆哮 兩輛車當街上眼椎主站 撞人的竟然是剛下班的彰化警察 衝突要倒回七分多鐘前 原始從駕駛坐下車 上前理論不過幾秒之後 他又坐回駕駛座 先是把車子打橫在大碼路上 試圖阻擋後方車輛 過沒多久甚至把車子給轉向 用車頭逼迫對象的車子 害得對方只能夠倒車行駛 被害人不想跟他正面衝突 一路開車狂逃 到了二水萬環產業道路躲避 不過對方卻是窮追不捨 最後直接追蹤他 導致車子因此翻車 把他都去八邊 一直撞 一直撞 這樣啦 很惡劇的啦 我也看說這樣 準備要撞死的了 這一狀造成張姓駕駛肩膀 撕裂傷還在住院當中 衝突發生在二十一號傍晚六點多左右 剛下班的邱姓圓景 行經圓極路臨山蟬寺附近 和張姓男子發生了行車糾紛 邱姓圓景竟然追車上前撞翻了 民眾的車輛導致駕駛受傷 邱姓圓景已經被寄一隻大過 並且調任職務 而所長和分局長也遭到連坐處置 分別被寄過兩次 還有申戒兩次 我比較不中 把你探到你路上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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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接受了 把你一直撞 原警社會人民保姆下了班 卻情緒失控 當街追車還撞車 衝突的代價就是被調職 還因此連累上司 靖新聞邱平一許會美 立刻下載靖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盡管理 判斷 詞文